大家好,我是人人宽和讲师母亲龙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交易策略是 不灵强盗交易策略 相信大家对这个不灵通道都是非常了解了 然后有可能在实战中也经常使用 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不灵强盗交易策略 它是不灵通道的一种变形 不灵通道它是由三条线组成 有上轨、中轨和下轨 那么传统的我们使用不灵通道 它的交易规则和交易方式 是突破上轨做多,突破下轨做空 然后回到中轨,然后平仓 这个是不灵通道最常见的一种使用方法 那么不灵强盗交易策略 它和传统的不灵策略 它的区别在哪里 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第三点 就是自适应出场均线 这个思路是非常经典的一种思路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你的这个持长时间越长呢 然后它这个自适应均线呢 它是由这个长周期逐渐向这个短周期递变 也就是一个递减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我们持的时间越长了 越有可能就是带着丰厚的利润 然后离场来保住利润或减小回测 这也就是为什么它称之为强盗策略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能很好的如果说在一个很好的趋势当中呢 我会抓住更多的利润 所以说它是一种强盗 这是强盗的一个由来 就是因为它又应用了这个自适应出场均线这么一个概念 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它把这个收盘价计算而来的经常过滤器加进来了 这个过滤器是怎么一个原理呢 就是当你最新的一个价格减去它过去多少周期以内的一个价格 就是向前推 比如说我今天价格减去10天以前的一个收盘价格 然后这个时候会得到一个差值 那么这个差值呢 它是存在正和负 对吧 就是说有可能是大 有可能是小 存在正负 两个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波动幅度 那么通过这个呢 就是说可以对一定时期内的价格走势呢 做出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的和力度的一个判断 非常简单的一个过滤器 那就是用它来对过去的一个趋势 进行这个强度和方向的一个判断 这是传统的波林通道没有的一个条件 一个计算方式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自信出场均线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思路 我们在代码中呢 会仔细给大家讲这个第三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呢 比较简单就是基于收盘价而计算 而来的波林通道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最重要还是第二个点和第三点 我们来看它的开仓条件 开仓条件的话就是当满足过滤条件 且价格上破 波林通道上轨开多 很传统 然后下破呢 又开空 那么平常条件呢 就是当自适应出场均线的低于 波林轨道上轨 并且价格下破 就是死差均线 死差这个自适应均线拼多 然后空单车好相反 经常自适应均线 并且高于波林通道下轨 那么拼空 这是这个波林强道策略的 它的一个开平常条件 然后它的应用周期呢 这个看你的参数怎么设置吧 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说法 然后就类型的 可以是做一个波林强道策略呢 它其实有很广泛的一个适应性 它就是这种策略代码简单 但是它适应性很广泛 然后它的我们今天要编写的平台呢 先从tb开始 我们现在tb平台上实现 这个波林强道交易策略 然后在文化wh8上再实现它的一个 策略思路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编写吧 好的 我已经打开了这个 波林强道系统 它的一个原代码 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一讲解 它每一段代码的含义 以及它的一个编写的一个技巧 可能我们很多同学 他是刚学习这个编程 那可能对这些界面不太了解 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首先我们打开tb以后 我们会先进入到这个功能面板 然后我们点这个tb公式 然后我们对新建公式应用 然后输入你的简称和名称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个空模板 或者说是一个交易策略模板 我可以选一个交易策略模板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嗯好吧 嗯 不能选一个数字啊 好吧 这就是一个交易策略模板 然后这就是一个基本的打开方式 如果说你还没有打开 请赶快打开 新建一个公式 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呢这是参数部分 这是变量部分 这是程序的主体部分 从begin到最后的end 然后他的第一个参数 就是他的一个不灵通道的一个主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 是呃就是你不灵通道中轨的参数 中轨的参数 以及你计算标准差时候的一个参数 嗯 这个也就是传统的一个不灵通道的一个 一个参数设置吧 这个我们给他写一下声明 好这就是这段代码的一个解释 它是numerica型素质型的 然后我们申请了布林的这个lens 就是他的一个通道参数 然后初始值为50 这个小不考虑是50 然后第二个呢 它是这个布林通道 它的一个布林计算的一个公式当中的一个系数 嗯 它也是需要声明 然后 初始值为1.25 第二个第三个第三个就是过滤器的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它是自私均线的一个参数 然后最后一个是首速的参数 那么初始值是eason 嗯好的 事实上呢 呃我们自适应这个均线的参数呢 其实和这个布林用的这个参数可以成为一个参数 其实并不影响 而且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思路当中呢 我刚才讲的这个思路当中呢 就是说自私均线呢 它回到中轨 那么事实上我们只要呃使用这个参数 也就是它的中轨参数就可以了 这两个你可以你可以把这个删掉 你可以把这个删掉 只用上面这个布林这个Lens就可以了 啊 因为呃 它自私均线是从这个中轨开始变化的 呃 这个这个自私均线我们先先放的 我们后面会慢慢讲到它 然后我们继续用下面的带把把每一个变量呢 解释出它的用处以及它的一个促时值的一个变化 这个呢是布林的中轨 布林中轨呢 其实它就是一条均线 那么这个标准是干嘛的呢 这个是标准差的结果 计算 标准差的结果 因为我们做布林通道是需要一个标准差 啊 这个标准差呢 是 是计算 布林上下轨的一个关键部分 然后这个是upband的 这个是上轨 上轨的一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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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轨 上轨 然后这个变化 然后这个变量呢就是 就是我们的过滤器了 过滤器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自适应均线的周期 周期变量 就是用来保存这个自适应均线的周期 然后后面的话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复制的处理 这里我们肯定需要先设定它 然后这个就是自适应均线本身了 好的 我们的这个参数的一个生命部分 和变量的一个生命部分 就是算完毕 然后我们开始写这个 不灵通道的一个主体 首先呢第一条代码 它是一种安全性的代码 集合进驾的一个过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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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进驾和小极休息的一个过滤 为什么要进行一个过滤呢 因为有可能在进行一个过滤 因为有可能的进行一个过滤 应该不允许它挂进去,因为这样会不合理 然后小学休息也不会发送交易指令 那么就是说避免这种错单 不死单的交易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在编写自己的策略的时候 也加上这一段代码 就因为你毕竟写策略是要实盘的嘛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写的完整一点,那么就是计算 billiness这个里面的周期内的 不灵中轨线,就是均线 均线,因为这个是均线 不灵中轨就是均线嘛 那么G 中轨 然后第二个就是计算这个标准差 计算 周期内的 标准差 不灵通道之间的距离 当然它还需要乘以一个系数 当然需要乘以一个系数 这个系数就是这里 我们刚才已经说明了 它是一个固体系数 然后乘以它的一个标准差 然后我们的均线呢 加上这个标准差 乘以它的系数 就是它的上轨 然后均线呢 也就是中轨 减去它的这个系数 乘以它的标准差 就是它的下轨 这就是不灵通道 而且就是 这种写法呢 就是说像 一个中轴线 然后加上一定的系数 然后再加上一定的幅度 这种计算方式呢 并广泛应用于各种曲线图和当中 大家也可以 比如说我把这个改成这个什么呢 我把改成它的一个开盘架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改成这个 也是可以是系数 然后把这个地方改成ATR 或者说你其他的一个架差幅度 都可以改 这是一个 就是说最传统的一个就是说 区间计算 区间上沿下沿的一个方法 都是从不灵通道那边接线过来的 事实上这种方法 事实上这种方法 其实是比较好用的 你可以去自己回家 回去这个摸索一下 我们去换一换其他的一些价格要素 把它带进来 然后看能不能得到一个更合理的区间 这个就不写太具体了 这就算分头要上回 想要写具体一下 就是说 其实这算字意就是 写下 加一定幅度的 我写的这个注释 大家可以就是说 边在学习的过程可以反复看 反复看一下这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也注意到这个回过 然后我也是通过跟你讲解 然后在这个下行注解来帮助你学习这个代码 其中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会说出来 有可能不会写出来 但是肯定会说出来 那么注意看这个就是 Blinter New America 就是说 Blinter New America 就是说 这个它是一个 TB里面画线的一个函数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输出的这个类型 属于是素质类型的 它就它必须是这种 MECA MECA Series 或者这些素质类型的 如果你用一个布林或者 字符串 用一个布尔或者字符串的话 你就后面 你就应该是这么写 你看这是布尔 那这是字符串 然后格式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然后你的数据类型 要对应的是这种 就是这个 乌尔和这个 字符串类型的 这地方就变成了这个 阿布林或者 或者字符串 或者加个Series 要它变成序列 就这样的一个 类型 嗯 画出上围 画出中线 不是 中轴 这是中轨 这是中轨 画出上轨 这是中轨 第二点的这个基于收盘 接上来的进场过滤器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里 这就是进场过滤器算公式 非常简单 就是最新的价格 减去它N周期以前的一个价格 我们这里设置这个参数是 30天以前的一个价格 那它俩减去之后 会产生一个价差 这个价差是有正有负的 那如果说是正的情况之下 那表明我现在价格高于30天以前 那表示我现在可能 我在这30天内 我形成了一个上涨的一个形式 啊 然后 不光是这个正负 正负决定它的方向 是上涨还是下跌 幅度决定它的强度 就是它价差大小 决定它的一个强度 这就是一个过滤器 像这种计算公式呢 这既简单 而且还比较有效的去描述了一个行情 你可以去借鉴 可以去借鉴 在自己测试当中去借鉴的使用 那我给大家还是写 刚才讲的有点快 我给大家还是写上注解吧 我给大家还是写上注解吧 那么这是经常过滤器 那么计算一定周期内的价差 也就是 价差呢 有增负 很幅度 可以很好 很好的体现 趋势的方向和力度 这就是它的一个描述 这段是一个开仓代码的一个开仓代码 不等于一 一就是正一呢 就是多头 负一呢就是空头 然后 下一个就是 它就是 这个过滤器要大于零 相当于它是正的吧 那就是上档的一个行线 就是 过滤器大于零 然后 然后 执行架 大于 不临上轨 然后开拓 有没有空头 空头吃藏 吃藏的情况下 那么 过滤器 小于 零 零 零 小于零 解最新价呢 大于 不临 小于 下轨 开空 好的 这里面就 嗯 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开了开了多头了 开了多头之后呢 我们要进入我们这个不临通道最关键 是最核心的部分 就这么一段代码 就是叫做自适应均线 那我们给他们写上东西 那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说 呃 当这个自适应均线呢 就是 呃 我再等一下我组织一下语言 就是怎么能简单的给你讲清楚这个 首先呢 呃这个自适应均线呢 它是会随着你的持仓时间增大 而它这个均线的这个参数呢 会逐渐的减小 也就是说呢 它从这个长周期均线 在不断的递减到短周期均线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这个长周期均线呢 是要比短周期均线要迟钝的 那就 那就好 你就大家 短周期均线要比长周期均线很灵活 也就是说可能会 价格稍微回测一些 它有可能就会这个出场 然后长周期均线呢 它可能就碰不到 啊 不会出场 呃我们传统的不临通道呢 它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它就是 比如说我就是中轨 中国就是五十日线 啊那五十日线 什么时候碰到五十日线 什么时候我出场 那这个是传统的这个不临通道 那么强盗策略呢 就不临强盗呢 不临强盗 它就是采用这事情 它认为就是趋势呢 它如果走的时间越长呢 我应该越应该保住利润 那么越应该保住利润的情况之下 我就希望我的这个出场均线呢 可能会随着我就是这个趋势的演员 然后时间越长呢 我的这个有可能利润累积的越多 我不想让它回车赛兜 我就让它越来越敏感的出场 直到它出场为止 嗯 这么说可能就是说这个 说的有点太快 而且比较抽象 然后具象的话 具象的在图表上 给大家把这些均线画出来 大家看清楚这个均线 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形态 好 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代码 就是 我们解释这个括号里面 这个代码 这一段代码 当这个 当没有 当没有直仓的情况下 那么自视引擎线 也就是我们的leadthis 接线的参数 leadthis呢 它就是自视引擎线的一个参数 然后 这个leadlens就是说 就是我们自己手动设置的一个参数 这个其实并不矛盾 我们只是把这个参数呢 复制到这个leadthis 这个变量当中去 以至于后面继续使用它 当没有直仓的情况下 直视引擎线的参数是 默认参数 目前我们设置是50 它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在没有直仓的情况下 这个参数 它是不会发生任何变化的 它就是中轨 可以说它就是中轨 然后当我们有持仓的情况之下 有持仓的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lead leadthis 它就会做一个运算 我们用大白话给它写出来 就是leadthis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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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减小 这个数字它会随着这个十套时间增加而减小 然后减小我们这边减小不长呢 是1 减小1 就是这段代码 就是说 我这个持仓周期而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每进来一根k线 每进来一根b线 或者说每进来一个take 你看你用在什么周期 然后它都会减小一个 它都会减小 这个这个运算 可能有一些新手可能看不太懂 其实这个运算呢 你不能把它看成一个等式 你只能把它看成一个负值的一种形式 如果你把它看成一个等式 那么 那就完全错了 它其实跟上面这些负值是一样的 在这个等号的右边呢 是 因为我们要知道代码是 它是自上而下运行的 就是说这个tb 它是自上而下运行的 它从上面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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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下来 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呢 首先它进行一个右边的一个负值的一个运算 就是leadthis 这个值呢 是等于是上一个磅线的一个值 上一个磅线的一个值 然后减去1 然后得到的素质呢 之后再重新复制给它 重新复制给它 然后再走下一个代码 走下一个代码呢 就进行了一个比较 就是leadthis和10 究竟哪个更大 如果它更大就使用它 如果它没有10大就用10 也就是设下 我们也就是为这个 这顺利均线的 这个设置了一个下限 它再减少 它不能减少到10周期以下吧 就是 10日均线是我最低的一个解锁 解锁标准 参数解锁标准 那么减少的补偿是1 我们这边设置是1 每次减少之几 减少1 1 1这个数 1 减少一个单位吧 就是50 49 48 47 这就是补偿 那么 它减少到哪里呢 减少到 减少到 10位置 然后 如果 到 拿了 10 以下 这不再 递减 它就直接取10了 它就不在 它就 它就不在 那干嘛 自己往下递减 它就直接取10就行了 然后 liquidis 它这个 这个 这个变量 它这个运算的一系列 这个自适应的参数 它这个 运算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要带入我们的自适应 均线的计算公式当中 我们直接把liquidis 经过自上而下的一个 最要的运算 我们把liquidis 带入到这个均线计算公式当中 这样 我们就得到了自适应均线 经过上述计算 建立一根均线 那么这根均线呢 这根均线 会随 随着 会随着 持仓 时间的 增加 而变得 变得 嗯 而变得越来越敏感 穿长 穿长周期 向短周期 均线 过渡 这样的话 我们 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出场方式呢 我们就能保证更多的一个利润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出场方式 我们 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利润 啊 我们不至于像我们平常使用的 那个传统的布林通道 啊 总是感觉是太太太太愚蠢 太去顿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这种出场方式 变得很非常聪明 我等一下给大家把这个线 啊 已经画出来了 画出自私人均 升线 好的 然后我们检测一下 然后下一个就是平常代码 看一下平常代码 一幅market position 等于 独头持仓均线 并且 钢前帮线呢 是大于进场时内阁钢线的 然后 并且就是 自私人均线呢 要小于它的上轨 要小于这个布林通道的上轨 并且最新价格要小于 也就是死差 也就是跟这个自私人均线死差 我们平多 自私人均线死差 我们平多 然后这个market position 等于负义 and 房子 since Android 这个是空头职场 并且这个 当前帮线要大于这个 经常是那个帮线 然后liquid 然后就是我们的自私人均线 然后要这个大于它的下轨 并且呢 最新价格 以这个它的自私人均线清差 然后我们 平空 去有多单时 哇 去有多单时 这个自私人均线 是因为我用一个自私人均线去看 一下子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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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过了 下过了 这一一二一一一 這個 吃藥 受控單紙 這次也是 高域 密切價格上過 OK 好的我們簡簡單單的代碼 像布林通道 它這個布林強盜策略的 它是簡簡單單的代碼 但是其實實際上 它技巧是非常不錯的 我這裡沒有給大家測試 因為測試一下 我電腦會比較慢一點 然後這個大家可以 這個圓碼呢 網上也有 然後客服也會發給大家 帶朱節的每一步 也會發給大家這個圓碼 然後這個布林強盜 它的這個自信出廠這個概念呢 事實上這個也是 被廣泛應用的 包括它這個 過濾器的一個 這麼一個條件 這麼一個想法 也是對現在很多策略 很多策略廣泛適用 我們可以對它進行 有一個變形 對它進行有個變形 事實上 我不太喜歡布林通道 我不太喜歡布林通道 我總覺得這個布林通道 它 它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區間 它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區間 所以 我在使用當中 可能我不會用均線去做中招 也不會用均線 也不會用去標準差呢 去做它的一個幅度的一個執行 可能我會用它的一個 今日開盤架 或者幾日內的開盤架 或者ATR 會代替這個bond 或者說是這個中招線 那麼在編寫的方法上呢 在編寫的方法上 其實這個策略是非常簡單的 你可以把它當作一個非常初級的一個策略去學習 當然 雖然說它是一個初級的策略 就是它非常簡單 但是它的思想 卻是非常有效的 就是它的一個 像在自適應 和過濾器 這些思想都是非常有效的 不要看它代碼短 這個代碼長短 不能決定一個策略的好壞 嗯 好的 這個tb這個部分就講到這裡 然後我們下一節 是講這個文華編寫這個 布林強道策略 嗯 嗯 好的 剛才tb還有一個沒有讓大家看 就是這個自適應均線呢 和它這個 普通的這個中軸線的區別 我們注意看 這根綠線 這根綠線就是它的自適應均線 這是黃線的是它的中軸線 那麼就是當它開始持倉的時候 當它開始持倉的時候 當它開始持倉的時候呢 呃 它的初始值是 跟中軸線是一樣的 都是50 然後隨著它這個持倉的變化 共同持倉的變化 然後它的自適應均線 開始發揮作用 這是它中軸線 一直都是這個樣子 如果說我們用中軸線出場的話 我們是在這個地方出場 這個地方 可能是突破了以後 這個地方出場 但是我們自適應均線呢 就很好的 把利潤保持在了一個比較低的一個 比較低的一個價位出場 然後獲得更多的一個空投利潤 這就是自適應均線它的一個形態 然後你再看這個 多頭也是這樣 你比如說這個時候 我進了一場多 我的初始之後 我和中軸線都 自適應均線和中軸線都一樣 都是默認指示50嘛 50周期的一個中軸線 然後多頭持續持倉 持倉時間越長 我努力強調這個自適應線 越能保住利潤 但是如果我用中軸線出場 利潤要回測很厲害 也許就回測50%左右吧 從這段到這段 這個位置才可能出場 但我自適應均線 在頭部位置這個部分出場了 是非常實用的一個 測值非常實用的一個方形 那這就是TB的 這上面的一個演示 自適應均線很好用的一個指標 很好用的一個算法 然後我們現在開始講文華的編寫吧 然後文華和TB呢 他們倆的整個的一個編寫方式 和他的語言結論都是不一樣的 文華是基於賣語言的 然後TB呢 TB呢它應該是基於TB吧 基於VB的吧 然後經過封裝改裝的 TB應該是效仿的 國外的Trader Station 那個交易軟件 包括MC也是效仿的Trader Station 所以他們兩個的編寫風格 以及他們的這個函數庫呢 都有很大的一個不同 那我們來簡單看一下這個文華代碼先 要比TB減短很多 對不對 就是文華的代碼 它要比TB減短很多 因為它之前呢 首先它不需要這個 原則上是不需要 進行一個變量的聲明的 當然如果你要使用全局變量的話 你還是這個 需要去聲明一下全局變量 全局變量 全局變量是幹嘛的呢 它就是說 保存你計算下來的素質 不會隨著每一根棒線的到來 都會重新計算 除非它條件發生了變化 它才會重新計算 但比如說 但是如果說 我們用的是一個局部變量 比如說 這個就是局部變量 每一根棒線過來 都會刷新它的一個價格 它沒有 它永遠的是更新的 最新的一個計算結果 你像我們這裡面 用到一個全局變量 就是這個 Lidys Lidys 然後Lidys呢 它是要保存它的這個 知識引操數嘛 所以它要不斷地做一個加減 Lidys 就是做一個減 逮減的一個 質減的一個算法 所以它需要不斷地保存 我們把它生命為全局變量 那麼事實上呢 TB TB呢 它這個變量生命當中呢 就已經都是全局變量了 就已經都是全局變量了 你加個Series 它就有時間數列 時間序列 它就是能向前引用 這就是全局變量了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這個溫華代碼 首先這個是聲明全球變量 用來保存這個知識音 參數計算 計算結果 然後第一個參數是 溫靈中軌參數 然後這個是 溫靈固定回到係數 這個是自適應 這是自適應進線的參數 當然你可以其實如果你覺得這麼多參數麻煩 其實這兩個能夠弄一個參數 你保留一個下來讓它們透明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 過濾器參數 這是什麼呢 這是手速 然後第一個討論代碼就是我們的過濾器計算方式 計算方式 丘德 升負值 大小 對於體現趨勢的強度和方向 然後這個就是中軸 它就是一個均線 就像M周期內的 平均局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布林軌道上軌 這個是布林軌道的一個上軌 然後計算 這個就是 均線 中軌 中軌線 加上 中軌線加上這個 係數 乘以 乘以 標準差 繼續 不停 我們把這種軌道上軌 走到下軌 走到下軌 不停走到下軌 然後中軌線 減 減去 係數 乘以 这就是很简单 整个布林通道我们就把它定义完了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开仓条件 开仓条件就是bkv我来了 就是多头持仓等于0的情况下 情况下 然后最新价 大于0 并且过滤器大于0 并且过滤器大于0 然后开屏桌 这个先把空头平掉 然后开桌 这是个反搜的代码 比pk是反搜 就是开屏多 然后还有个开屏空 然后空头持仓 的 ok 再开屏桌 ok 再开屏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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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这个地方就写 你可以看到就是文化 要实现这个功能 就用了短短的16号代码 我们看看tb它用了多少 但是tb没有多少 主要参数声明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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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占航数 但是协法上的话 卖语言它更容易理解一点 更容易理解一点 更容易理解一点 然后这个我用了一个 一符语句 然后这个 这时候就已经写到了这个 循环 就自身语局限了 这个就比较关键的地方 刀 吃草等于雷的 这个情况下 信息线的参数 等于LH G 默认值 510 这个不用写了 这个其实上面已经描述了 然后这个呢 当吃仓呢 不等于雷 不管是空档是空档 反正就是有吃仓 然后知识音 接下来 知识音参数吧 参数 开始 运算 d- 逐步d- 不超为一 知道 效于10 停止 d- 平减 去至 10 也就是说最小就是最小的我我我我这个自信 自信均线的它最低参数就是10 不够再小了 这个是 当完成上述计算 建立一个均线吧 这个就建立一个均线 然后 然后 然后这根均线呢 这根均线 会随着 去仓 时间的增加 而周期减少 这根均线 变得越来越敏感 好 看 前藏者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这些代码像这个比如说 有些像下面这个就是啊 on pause on pause 就是相当于是k线当前这根k线的位置 也就是说我是不是不是第一根k线 但是我不是第一根k线 我们假设有两三万根k线 最新的一根就是第三万 第三万根 然后第一根就是1 我要求现在图表行有k线肯定是要大于1的 这是一个保护性的写法 然后 后面呢 后面呢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 事实上这个应该这样写 应该 我现在确定是 有多头持伤的情况之下 应该这样子 对 大于1 那就是有到时有空头持伤的情况之下 然后 这是一根线呢 小于他的上轨 就是有空头持伤的情况之下 就是有空头持伤的情况之下 然后 自示意 均线 自示意均线 自示意均线 小于上轨 就是他第一个条件 然后并且 最新价呢 效率 自示意均线 OK 就这样 然后大于 正史意均线 大于 大于 下轨 并且 最新价 要 大于 自示意均线 至大于 谢谢,ok,这样我们的整个代码就先写完了 SKVL就是一个,我这里要总共讲一下,就是SKVL就是一个空头持仓 反回的是空头理论持仓,然后空头理论持仓它是都是绝对值 绝对值就是说它有空头它是E,有空头持仓的情况下它反回的是绝对值 没有代符号,所以说你这个理由和其他提币边形的时候要注意一点 有时候经常会,这不是什么大的错误,就是有时候编写习惯忽略了这一点 有时候会忘记这一点,就是说它在文化里面取的是绝对值 而这个TB里面它并没有取这个绝对值 有空头持仓它是大于0的,所以我们这样描述就行了 OK,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这个代码编写的图 它是任何周期都可以使用嘛,然后就无外乎肯定有个参数大小的一个问题 因为每个周期的参数,每个周期的波动性是不一样的 我们注意看上面这根蓝色的线和黑色的线,这个是蓝色的线 可能看不太清楚,就是上面这根线就是它的自视级线 往上走走走走走,这个位置,我在头部刚形成的一个时候我就出场了 然后如果说我没有用自视级线,我的利润从这里到这里这么高的一个幅度 我最起码要回撕一半,但是如果我在这个地方出场,那我就很舒服了 我只能回撕个四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都不知道 这就是一个自信参数的一个选法 TB和文化的代码就讲到这里了,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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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